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早 我是中哥 今天是8月14号早上10点 昨天川普又放话了 昨天川普说中美贸易又展开了协商 同时川普对3000亿美元的商品 这边取消了部分的关税 包括医疗、国防安全 这类商品是不用被课税的 再来手机、笔电或是电脑萤幕 这边课税延后到12月才要课税 美股三大指数这边同步大涨 这边技术面真的是不如川普的心里面 川普这边只要民调一落后 这态度又跟着放软 这边就是属于人为的盘 人为控制盘就是容易一下大涨又一下大跌 先前我们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美股跟台股目前就是位在一个区间 什么样的区间? 这个区间上下振幅非常大 上下波动非常大 在这个区间你一定要多空同时操作 做多也做空 空方部位可以降低你整体部位的风险 将来你晚上才睡的早觉 不然哪天川普又放话 美股三大指数又开始反转向下 所以这边的空方部位可以降低你的风险 同时这边你有个空方部位在 发现有些股票突破 你才会勇敢去进场去做多 所以投资票多空同时操作才是王道 这边你除了学会做多之外 更要学会如何去放空 因为行情向下也是可以让你赚到钱的 这边你有个空方部位在 可以降低你整体部位的风险 在这种课节目上 这种课一再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风险 控制风险还有资金规划 当你控制好风险之后 这边你的获利才有机会跟着来 获利来了之后 这边你才有机会用获利的钱去开杠杆 这边用钱赚来的钱 这边你会勇敢的进场去做加码 这边获利的扩大来的都是加码单 昨天美股三大指数同步大涨之外 昨天有一个消息 这种哥认为算是好事一件 美股三大指数同步大涨 人民币也是跟着暴涨 人民币已经回到了7块 人民币这边直稳的话 这种哥认为是好事一件 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说 人民币如果贬值的话 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亚洲新兴市场的货币会跟着开始贬值 如果这边亚币跟着进贬的话 很容易形成一个金融风暴 外资也因为这样子而不敢进场去买股票 所以今天只是第一天 这边外资也不会在今天大举进场去做买股票 外资这边也会先观察个两三天 我们跟大家讲三日价三日价三日价 一个趋势要形成至少需要三天 所以今天我们要观察一下 外资的外资盘后筹码就很重要了 因为从7月26号到昨天 外资一共卖超920而已 将近1000亿美元 将近1000亿台币 那这边外资卖这么多 最主要是因为他怕赔了会差 这边赚了价差赔了会差 对外资来讲可说是大忌 所以人民币开始直稳之后 这边外资会不会进场来买股票 众哥认为就非常关键了 但是形态上来看的话 目前还是属于一个区间 就算今天大涨 但是众哥认为形态还没有改变 什么样的区间呢 众哥先前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落在这个地点跟这个缺口 你可以看619号的缺口 你也可以看季限 目前就是在这个缺口附近 跟这个收缴的地点 这边来回大波动的震荡 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 每一根K线都非常的大根 这每根K线都是突然上涨白点 又突然下沙白点 所以这边大波动的区间 你一定要有个多空部位保护 那没有站上这个区间之前 而且众哥认为反弹都会是一个逃命波 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这边区间越接近区间上远 这边你开始要减码一些多单部位 所以在这个区间波动非常大的情况下 你的多单要有空单也要有 学会做多更要学会做空 众哥这一两个礼拜来都是这样跟大家讲的 从站上10900开始 这边外资的筹码是偏向消极的 主要都是靠内资在撑场 那在这个位阶我们就跟大家讲 这边你开始要建立一些空单来去做保护 那跌破月线跌破这收缴的地点 我们会进场全力放空 甚至会进场去加码 不知道投资朋友还有没有印象 那跌破这个季线 跌破这个缺口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 行情这边已经开始扭转了 已经开始要向下 那当行情这边是做了收缴 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行情要再往下破跌的话 需要时间的酝酿 短线上会在这个区间大幅度的来回去做震荡 怎么样 众哥跟大家规划的都是很贴着盘面在讲 绝对呢 不会在这边跟大家讲说 往上还有一千点 或是跌到这边呢 往上还有一千点 或是往下还有一千点 我们呢都是跟着盘面上发生什么变化 来去跟大家做分析 当这个收缴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 这边要再往下需要时间去做酝酿 短线上会在这边来回做震荡 那爆点出现跌破这个地点 我们又要尽量全力做空 所以爆点出现跌破地点 这边会转为一个空方时间 但是呢 现在呢会在这个区间呢 来回去做震荡 那M的右边这边呢 你有个空单呢 可以保你平安 你有个空单呢 这边呢 有一些个股突破的话 你才会进场呢 你才会勇敢进场去加码一些多单 那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个股 那这档呢 六五六八的老朋友 宏观 六六八宏观呢 这档呢 这档呢 这档是还抱着 我们从这边呢 跟大家做分享 这边一路上来呢 我们波段获利还原全息呢 已经来到了四成 这边呢 已经创了波段新高 那即使呢 涨三成呢 我们还是跟大家做分享 那档这边呢 也许问说 那这根黑K非常的丑 但是先前 我们也跟大家讲 这这根黑K 那又做了一个收缴 那没有跌破千破地点 这边多单呢 就会抱着 那在我们已经获利四成的情况下 这边呢 只要没有跌破地点 形态没有转落之前呢 这种根就会勇敢的抱着 让行情呢 带我们出场 也许这波行情会涨了 赚个五成 赚个六成 这边谁都说不定 但是呢 只有市场会知道 他会走到哪边 所以这边让市场来带我们出场 如果这档线行没有转差的话 这种根呢 这边呢 就会勇敢抱着 甚至呢 这边来到前破地点 没有有效跌破 这边这种根 会再进场去做多一次 所以呢 这边呢 再进场去加买一次 那这档红官呢 六六八 红官 有没有 你可以好好呢 把它设为一个自选股 留意一下买卖点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老朋友 六六八三雍智 今天呢 涨停板 再创新高 这边呢 我们波段获利呢 又来到上 又来到三成 那在八月一号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宏观第二三档股票 其中一档呢 就是六六八三的雍智 我们呢 跟市场上不一样 撒了一堆网 这边呢 给你十几档股票 给你十档股票 给你二十档股票 我们呢 就给你三档 其中一档呢 就是六六八三的雍智 那在今天呢 我们呢 又获利三成了 报告 我们攻三成打正 所以呢 这边这种哥说到做到 相信你看到的 你会更加快乐 那一样 现行没转落之前呢 这种哥就是呢 会把这个多单报老 那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话 提到刚刚 我们谈到的话题 这边这样的环境下 这样的大环境 整个环境是面临如此的 不确定的因素 那如果你没有个空单在的话 这边你有机会赚到三成吗 你敢报到现在吗 那如果你有个空单去做保护的话 那这档股票没现行 没转落之前 我相信你就会勇敢抱着 那八月一号 有来拿资料的 这种哥相信 这档股票 你都有赚到 因为呢 我们除了八月一号 跟大家做提醒之外 这边呢 一路上涨 我们呢 都是每天提醒 当这个呢 出现了一个攻击讯号的时候 我们提醒大家 当这天呢 又再次转强 这边呢 又突破所有的高点之后 我们又再跟大家提醒 那创了波段新高 创了今年的历史新高 创了挂牌价历史新高 创了挂牌价历史新高的时候 我们还是在跟大家提醒 这档股票现行还没有转落 那目前呢 我们波段获利呢 已经来到三成以上 这边呢 准备复制呢 宏观这样的走法 准备呢 那挑战波段四成 准备呢 挑战波段五成 准备呢 他还没有出息哦 所以这边呢 还原全息之后呢 有机会呢 再创波段新高 那这一档 我们就是好好抱着 那再来我们看到 昨天买的股票 昨天呢 1515的例子呢 现行突破了所有平台之后 我们呢 进场去做买进 那准备呢 昨天是下跌将近百点 那市场上敢买股票的 有哪些 这边呢 如果你没有空单 去做保护的话 这边呢 这档股票 你不会去做买进 即使说呢 现行呢 已经突破了所有平台 这边呢 准备随时再创新高 但是相信 这边呢 敢买的没有几个 那我们看到 1515例子呢 今天呢 大涨9% 这边呢 再创波段新高 那我们昨天买 今天大涨9% 我们呢 把获利放在口袋 所以这边 你这边一定要学会做多 更要学会做空 这边呢 多空同时操作 可以降低你的风险 同时呢 会提高你进场做多的勇气 那这边呢 1515例子呢 这边呢 拉了一根将近涨停板 那在 6683佣智 今天呢 也是涨停板 那两根股票 呃 将近两根的涨停板 这边呢 赚多单 赚到的钱呢 就可以cover我们呢 空单赔的钱 所以这边呢 多空同时操作 是他的王道 重根 要再次提醒大家 你除了会做多之外 更要学会做空 那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佣智 这边呢 三根涨停板 那这边呢 洛西呢 这边跟四野呢 这边的爱情呢 永不分离啊 那再来我们看到 美股的三大指数 美股三大指数呢 这边呢 都还是在红色线 跟绿色线 这边来回去做区间震荡 我们跟大家讲 美股呢 跟台股一样 在这个区间呢 大幅度的震荡 他这个每根K线呢 又比台湾加远出的K线呢 还要大支 每根K线呢 都很大支 所以呢 那在这个波动非常大情况下 会让你这边敢去 呃全力做多吗 或是敢去全力做空吗 或是你跟这种各样 这边多空同时操作 这边多空同时操作 多空呢 都有机会赚到钱 这边你的整体 整体禁止呢 整体账户禁止呢 还是会往上增加 虽然美股目前呢 还是在区间形态 那突破一个区间 或是跌破一个区间 那代表这方向呢 就又要开始形成了 那目前呢 美股三大指数 比如说SP500 或是NASDA 或是非半 都是这样的形态 那再来我们看到 反复过后呢 就很容易出现这一段了 那这一段 当时有什么样的特色 这边呢 也是降息循环 那也是人为的盘 一下大涨 又一下大跌 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每根K线呢 也都是非常的大根 所以呢 这边经济呢 如果没有办法扭转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川普的经济政策呢 实在是非常的糟糕 所以当这个美股经济 也开始衰退的话 那全球火车头开始衰退 中国大陆 经济看起来也是不太行 那你就要提防 会出现这一段 那这一段呢 我们一定的一些蛛丝马迹 可以去做观察 那这边呢 我们跟大家提到 我们可以用MISS 去观察一下爆点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那几个指标 原油美国公债值率 跟美元指数 那昨天呢 这个原油是呈现大涨的 但是涨上来呢 也是遇到了 遇到了这个季限的反压 再来我们看到公债值率 跟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昨天呢是强坦的 那这个公债值率 仍然是在一个区间 三大指标 那中国认为 接下来会非常重要 那指标 你会看到 资金到底是怎么跑的 是从在市呢 跑到股市 这边呢全球的 负值率公债呢 已经来到14兆 已经不是13兆 已经来到14兆 那这负值率公债 这这这些投机乐钱 到底接下来 会往哪边跑 是继续跑到负值率公债呢 还是会跑到风险性资产 那就看这三个指标 是怎么发展的 那昨天呢 这边美股大涨 人民币大涨 那有两样商品呢 是跟着回落的 这边呢 两样商品呢 就是呢 黄金跟白银 但是呢 昨天呢 是收了一个十字线 那震荡压回 仲哥认为没有破地点 仲哥还是呢 还是呢 会把这个多单部位呢 给抱着 那这边呢 降息循环 避险需求 加上央行大买 仲哥认为呢 趋势已经形成了 那趋势已经形成 那我们呢 多单呢 就会好好抱着 没有跌破地点之前呢 我们呢 就没有破例出场的必要 这边呢 我们跟股票一样 这边就是行情 带我们出场 转落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出场 那我们看到 台湾正交所 ETF呢 00635威乐 元大SP黄金 还有00738威乐 元大道琼白眼 那这边震荡压回 如果没有破地的话 那这样 这样商品呢 这个投资朋友就可以 好好去做留言 这样商品呢 仲哥认为呢 是呃 在这个世界越乱之下 这边呢 最佳避风港 而且呢 央行是当你买进 投资朋友 你想一下 央行买进要 要当做一个储备货币 他这边会随便 再把它卖出吗 当然是不会 这边买进之后 就不会卖出了 那你可以想象 盘面上的筹码 会越来越少 虽然这边 弱势美元之下 央行大力买进黄金 仲哥认为趋势呢 还没有改变 那趋势形成之后 这边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部位 目前呢 也赚钱了 所以呢 这边没有转落之前 仲哥就不会出场 最后呢 我们跟大家一路验证了 雍智呢 已经涨停板了 从6568宏观 八二九九群年 一二五六鲜活果汁 或是6683的雍智 我们呢 都是一路跟大家做验证 雍智呢 第一根涨停板 第二根涨停板 今天呢 又是第三根涨停板 攻三层 我们又达正了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只要你愿意相信这种哥 跟着上策的话 这种哥相信 你也可以赚到这些三层 赚到四层 甚至有机会赚到五层 你不相信 这些不代表呢 他不存在 这边呢 只要你愿意改变一下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赚三层 赚四层 赚五层 甚至呢 你可以开始跟这种各样 开始学着如何多控操作 多控操作呢 可以降低你的风险 甚至会提高你进场建立多单的勇气 这边呢 影片下方呢 都有相关的表单连结 那欢迎大家填一些表单加入我们 跟着我们一起赚三层赚四层 那也请大家持续锁定这种哥的 FB股息小小子 或是Light股动人生 这种哥呢 在上面呢 会有一些即时的多空讯息呢 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 拜拜